請你當我吃飯鍋 雞能蛋我一個朋友 他一直在專業這方面 專業了很多年 他告訴我說 他雞能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他說關鍵在於那個飼料 他給雞吃某一種飼料 讓雞產生了那個 殺雍門桿菌的抗體 於是他鋪出來蛋呢 也一樣有那種抗體 但是我當時只有一個疑問 對 張高 鐵單吃太多 小心長不高 如果一大卡的熱量裡面 有超過一毫克的鈉 他就認為這個緣分太高 高鈉了 對兒童來講 所以你看他這一包熱量 他標的一份是230大卡 對不對 對 可是他鈉就有352毫克 三百多 對 還有高鈉小孩子都長不高 對喔 下一個流失會比較多喔 是喔 吃太鹹了 趕快那個 納豆就是納吃太多 對啦 主家中壞蛋 一眼就能看穿 其實觸感可以摸出來 這個蛋殼比較薄 那我建議蛋殼要 薄得好還是厚得好 厚一點好 所以你看這一顆喔 這一顆就是沒有壞 但是它已經放時間久了 你拿來看 聽話 這什麼 又不一樣了 不會摸上嗎 對 對不對 一般是不會摸嗎 真的嗎 是假的 對啊 那麼誇張 真的嗎 對 好厲害喔 對 像玉琳 挑蛋選蛋吃好蛋 帶你找回蛋蛋幸福 超實用內容 轉台你就虧大囉 超實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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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這麼直接喔 因為好多人 在吃蛋啊 對不對 吃蛋非比蛋 你想到哪裡去了 你知道嗎 根據統計平均一個人 一年大概吃掉280顆蛋 所以全台灣人喔 一年可以吃掉的是65億顆的蛋喔 有這麼多嗎 對啊 傷心真的很大喔 我們常常想說要做什麼生意 傷心比較大喔 沒想到一顆蛋的傷心無限喔 對 但是為什麼蛋這麼重要 為什麼每天一定要吃它一顆呢 我們先找一個蛋蛋專家 應該說是達人啦 好不好 愛吃蛋的玉琳哥 我最高紀錄 一次吃15顆蛋 天啊 但是不是因為我肚子餓 是因為我玩遊戲輸了 感覺是什麼 我哪有裡面浮現出10年前的畫面 10年前那時候我在製作節目 然後那個賀玉文也是玩遊戲玩輸了 那他那一次的處罰要喝幾顆蛋呢 21顆 你們以前就玩那麼狠喔 對 那21顆喝下去以後呢 那當然啦 你知道藝人嘛 就是敬業嘛 喝完不錯不錯 然後回家 晚上肚子咕嚕咕嚕叫 一定的 他越來越覺得不對勁 去看醫生 就掛號 醫生說他怎麼了哪裡不舒服 那醫生 我喝了21顆蛋 那醫生就 為什麼要這樣呢 醫生 請你搭給沈玉琳 那你15顆喝完有怎樣 人家就掛急診你就龍光幻發 我跟你講啦 肚子會咕嚕咕嚕叫沒有錯啦 可是你說有什麼傷害 倒是不至於啦 反而好像第二天醒來的時候 覺得精神更加飽滿這樣 真的嗎 你覺得有撞到嗎 但是 你會一個禮拜不吃蛋是真的 嚇到了 一個禮拜就是 就是遠遠看到蛋 就跟看到兇神惡煞一樣 但是各種的蛋喔 我相信愛吃蛋的朋友 你看人家想說為什麼不能吃多呢 對不對 我們一清立狀或是點點點的 在我們現場準備了很多不同的蛋 你看生雞蛋 皮蛋 鹹鴨蛋 鐵蛋 好 不同的 鵪唇蛋 乳蛋 茶葉蛋 什麼蛋我們統統都有 所以呢 像我們這麼多的蛋呢 如果說一天一顆蛋呢 會不會有問題 先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看 蛋蛋也有危機嗎 第一個問題就是 蛋固醇會不會太高了呢 一顆蛋 好 圈插各一半 對 我覺得跟年紀有關係吧 就是如果說你年輕的話 像這樣子 這麼年輕對不對 是 是 是 超過的 超過的 就是說我覺得說 一天一顆應該是OK的 可是如果說可能 到了某一個年紀 像鷹髮族 或許 我覺得可能新陳代謝比較慢的話 一天一顆可能太多了吧 太多了對不對 你現在一個禮拜吃幾顆 我一個禮拜 其實我天天都有吃到一顆 可是我不吃蛋黃 我覺得不至於啦 我認為一天 起碼攝取兩顆都還OK 你現在的年紀 你一天吃兩顆 現在營養專家都告訴我們 膽固醇不是都是壞的 又好有壞 對 那據我所知 蛋應該是屬於好的膽固醇 對啊 那芽芽應該吃更多了 她比你年輕多了 對 但是很奇怪 她只吃蛋黃 她不吃蛋白 所以我們每次買苔葉蛋呢 我們每次買苔葉蛋 就是我把外面的蛋白吃掉 然後剩下那一顆 然後我再餵她吃這樣子 這每一個遊戲 真的 就怪了 配得剛剛好 對耶 前生一對 然後吃完以後還有兩個人 好神喔 好啦 淡淡的幸福啦 所以你OK啦 這樣過的日子比較好過 對 起碼到現在她身體健康 對不對 對啊 真的 像我個人覺得 跟Julie姐的想法 滿接近的 就是說要看年紀 可是我覺得 一天一顆應該不至於膽固醇過高 你看你前面這麼多蛋 就算我們盡量避掉也很難 然後你點個苦瓜 可能裡面有鹹蛋 然後你點個什麼 像現在也有很多人用地瓜葉 去煮那個 煮皮蛋 就是他們很棒 會入菜 甚至你找上一個法國吐司 他用抹了蛋汁 天啊 我的天啊 所以你可以不得到 晚上吃火鍋 沙茶醬裡面又攪又喝蛋黃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很難避免 那你看很難避免的狀態下 有很多老人家 他可能不是刻意去吃去避 可是他一定有吃到一顆蛋 可是身體也很好 這倒是 不過其實說 你說我們自己本人 也是會很喜歡吃蛋 可是我們就會很擔心膽固醇過高 不敢吃多 但蛋的量 對啊 所以它的營養 到底是怎麼回事 跟膽固醇的關聯性 來 營養師幫我們解說一下 其實這個分兩個地方講 一天一顆蛋 如果是一般成年人 沒有任何的一些疾病的話 一天一顆是非常好的 因為蛋的營養價值是很高的 第二個講到膽固醇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會把等同於膽固醇這件事情 畫上等號 那其實我們體內的膽固醇 我們自己內生性 自己會合成的佔百分之八十 那從飲食裡面來吃到的是佔百分之二十 所以當飲食裡面膽固醇 攝取比較多的時候 身體就會達到一個平衡機制 身體製造就會比較少 那當你飲食裡面攝取比較少 膽固醇身體就會製造比較多 那照理說這樣子是平衡的 就不會有膽固醇過高的問題 可是有可能是你飲食裡面吃到太多 含膽固醇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這張表要提醒大家 其實因為這個是以100克為一個基準 那你看第一個是蛋黃的部分 蛋黃100克它的生膽固醇指數 如果是佔高的 對 這邊是有一個 飽和脂肪酸跟膽固醇 跟生膽固醇指數 這差別是什麼 那它是有一個計算公式的 就是說今天如果你看了一個蛋黃 你就要考慮到 不只是它的膽固醇 還要考慮到裡面的 飽和脂肪酸 所以要考慮到這兩點 那這兩點 經由公式的換算之後 會產生一個叫做 生膽固醇指數 所以真正我們要在意的是這一個 沒錯 所以你要看最右邊 這個生膽固醇指數這一排 那如果你的生膽固醇指數越高的 代表你可能會造成 你體內膽固醇增加 那我們就來看蛋黃 看蛋黃是幾乎90 你看它算很高對不對 但是它這邊有一個陷阱就是 它是以100克來看 所以其實 對 所以它其實是六顆的量 所以你等於是 所謂的蛋黃生膽固醇指數 大概只有十幾而已 那比較東西比較大的 對 所以其實要告訴你 其實膽固醇不是在蛋黃裡面 特別的多 而是在 你看喔 裡面有一些 比如說像是培根 像是牛腩 像這種100克 大概就是兩塊而已 兩塊裡面 它的生膽固醇指數 就到達21點多 是8點多 所以其實我們會 像我們病人 在那個衛教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它膽固醇過高 我們問它的飲食習慣 幾乎都不是吃蛋引起的 都是它吃了很多的 紅肉裡面呢 它除了 你看它這個牛腩跟培根 它的膽固醇裡面 它其實它的飽和脂肪酸是很高的 那飽和脂肪酸高 加上它本身食材裡面的膽固醇高 計算出來的結果 生膽固醇指數就會很高 是喔 所以你其實你回想一下 有時候不是雞蛋引起的 是你吃了太多的肉 大家怕膽固醇最怕的就是 你看蝦子 鵝啊 蛤蟆 你看 都是在下面 這反而是 其實也就是要把它剩一點 不要被誤導 對 不要誤導說 以前都很怕吃蝦子啊 螃蟹 就會膽固醇 尤其吃蝦頭的時候 那個心裡面的不安 蝦頭 蝦頭真的高 蝦頭 它這個蝦是不行 還是不行 你吃肉 牙牙吃頭 蛋黃也給它 這個還有一個地方沒有出來 我要補充一下 剛才銀老師有提到 為什麼很多這樣病人 它控制不了 有一個就是 我們現在比較風險更高的 就是那些奶精 奶精粉 它沒有列出來 其實奶精跟奶精粉的 這個生膽固醇指數 我看過報表 它比雞蛋一個全蛋還要高 大概在32到34 所以你的奶精粉 泡咖啡或泡奶茶 比你吃蛋的生膽固醇還要低 所以我們喝一杯咖啡 搞不好就是比吃蛋 那個膽固醇還多 對 而且像這種小朋友愛吃的 像有什麼小朋友 心血管疾病 甚至於年紀越來越下降 對 其實裡面很多的 這邊都寫到 比如說像豬油 棕魚油 精緻的棕魚油 這個飽和脂肪酸都很高 你可以看這個公式 你會發現一個很奧妙的地方 你看飽和脂肪這一欄 比如說你看他第四個棕魚油 你會發現他的膽固醇是0 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看他飽和脂肪 只有47.85 可是他生膽固醇指數 就有48.33 對 他跟他之間的關係是 他有幾公克 就把它 所以他的貢獻度是 一克就貢獻1.01 可是你來看看這個 第一個蛋黃的部分好了 你看他膽固醇有到1602 可是他生膽固醇指數只有90 因為膽固醇的貢獻度只有多少 只有0.05 對 所以100才有5 這個是1就有1.01 所以你要看的是 飽和脂肪這一欄多的 才是可怕的 對 我們這樣早餐就覺得年紀大了 就假的去美兒美 就跟他講說 我要一個培根 可是不要夾蛋 然後要夾蛋 就搞到半天 應該撐出來 不要夾蛋 不要培根 不要起司 對不對 一定要夾蛋就好了 不要夾蛋 那營養師 這樣我們從這個表 我們大概知道說 蛋其實我們有給他 一個冤枉的成分在旺 對 膽固醇沒那麼可怕 對 但是你說吃蛋 到底對我們的好處在哪裡 對 第一個你要記得就是 蛋主要是補充蛋白質的部分 而且它的蛋白質 我們就在講優質的蛋白質 大家不是在講優質蛋白質是什麼 蛋就是其中一個 蛋白 對 如果你今天是水煮蛋 它是非常優質的蛋白質 蛋黃它有營養價值 它裡面有軟靈質的部分 軟靈質是我們在做一些神經傳遞的時候 必須的一個營養素 所以基本上蛋黃的話 它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說以前有研究 發現就是說有記憶力比較不好的 其實適量的軟靈質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提高記憶力的 那除了蛋黃裡面有 大豆裡面也有 所以其實你在吃這個蛋黃的時候 我們只是建議一整顆蛋 因為很少人會把 像你們這樣把它分開吃的 應該都是一起吃的 所以成年人一顆 一天一顆是沒有特別的 那一顆OK 那兩顆三顆OK嗎 看你有沒有膽固醇 或是酸酸甘油脂過高的問題 如果是有這個問題我們蛋黃 蛋黃是一個禮拜 是兩顆蛋黃 但是蛋白我要重申一下 蛋白是沒有膽固醇的 蛋白沒有膽固醇 那蛋白就是很優質的蛋白質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成 你就想像成跟肉其實是一樣的 它跟肉是同樣的 剛剛講到成年嘛 像小孩我知道非常喜歡吃蛋 那它的分量在哪邊 像我的女兒或朋友的小孩 她的時候一餐可以吃到三顆耶 荷包蛋 那它有沒有一個限制啊 其實以青春期來看的話 我們一天大概一到兩顆都是OK的 一到兩顆的蛋 其實怎麼吃蛋或吃蛋都不都 真的跟你的族群 還有你的身體狀況是大有相關的 因為他們之前曾經去做研究 他就發現說以青少年族群來講 他們去分析飲食中 到底有沒有吃雞蛋這件事 完全跟他們的血脂肪血壓什麼 都沒有關係 所以等於說你這個青少年族群 其實你只要不要太離譜過 一天三顆四顆就真的太多 其實它對你的身體就是沒有影響的 你就是適量吃 可是他們發現很妙 在成年這一群呢 他就發現喔 他們就比兩群人 一群是他那個一周吃不到一顆雞蛋 就幾乎不自己 他們說這膽固醇太多 一群是他每天吃一到甚至一個以上 就兩個比較之類的 就是說我們不是最擔心膽固醇 是擔心什麼 不是膽固醇高而已嘛 是擔心有什麼心臟病啊 冠心病對不對 就他比較這兩個族群的人說實在 反而是一周吃不到一顆雞蛋的那些人啊 他冠心病發生的風險還高一些 所以你以為說 對啊 所以重點來的 他可能就是因為他雖然沒吃雞蛋 但他吃的根本就是其他東西啊 他的蛋白質來源是其他更可怕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 其實成年來講 就剛才說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蛋白質來源 你一天不要超過一顆 其實把它來替代紅肉 我包著你冠心病的機率 應該是要降低不是會變高 對 但是問題是蛋的種類很多 你看我們桌上有什麼皮蛋啊 鹹鴨蛋啊 然後鐵蛋啊 蛋各式各樣的蛋 它的營養成分是不是有不同呢 那或者是是不是存在一些問題啊 像皮蛋喔 不好意思去年還前年那個 外國會不會評定為 最噁心使用的第一枚 對 外國人 但台灣人這個皮蛋是 算是食材界的萬金油 對啊 萬金油 什麼東西加皮蛋都變好吃 也是耶 我還吃過公保皮蛋 對 尤其皮蛋加豆腐攪在一起 像什麼你知道嗎 對 阿溫頭去敲到山 兩腳這麼長的 真的覺得 這個皮育真的 這皮育非常好 但是皮蛋喔 之前我們常常 我們衛生單位都會抽鹼 對 其實它之前早期啦 現在因為發明了這個無鉛皮蛋 對 那這個機率會比較低 但還是有可能發生 因為皮蛋怎麼做喔 其實皮蛋就是用一個很強鹼的鹼水 對 加一點茶 用一些比較茶熬一點那個茶 而且香料 對 加一點香料 還有早期都會用所謂的氧化籤 甚至有一些硫化 硫酸銅 現在還有嗎 現在還是有可能有 所以他們就用這樣的所謂的鹼液 去浸泡這個鴨蛋 只要泡大概三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大概就成形 就變這樣子了 對 所以那你就會發現 之前可能驗過 銅會可能有超標的 對 籤可能有超標的 對 那另外一個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它是比較鹼的 以口感來講 其實是比較乾淨 我會乾淨 鹼性比較高的 所以有時候對消化系統比較 不舒服 消化不良的人 如果你吃比較多 其實吃皮蛋跟吃那個水煮蛋 它會比較不舒服 那但是一顆雞蛋呢 跟鞍醇蛋比起來 它體積差很多 也就是說那是不是它的檔物層 是不是就少了 可能譬如說六分之一 所以我一天是不是可以吃 六顆鞍醇蛋來抵一顆雞蛋 如果要換算的話 大概是五到六顆的鞍醇蛋的蛋白質 等於是雞蛋一顆的蛋白質 所以你剛剛有蒙對了 就是六顆 可是以膽固醇來講的話 鞍醇蛋的膽固醇又比較多 所以我們會建議就是 以一顆雞蛋來做一個建議攝取 這樣子 那其他的呢 各種這種加工 做的煮的烹飪方式不一樣的蛋 它的營養成分也都 就是不會流失嗎 都一樣嗎 其實有一個觀念就是 當你煮得越久 煮得越久 或是加到一些 比如說像一些加鹼的東西 進去的話 比如說像是 皮蛋 皮蛋 然後還有就是有一些是 或是炸的鞍醇蛋 有沒有 對 煮那個佛跳牆都滿要炸的 對 那幾乎就是吃口感 那營養價值就非常的低 因為蛋白質變性之後 它進到我們體內 吸收率就會降低 所以最好的蛋 其實坦白講 如果媽媽他們要我建議 最好的蛋就是水煮蛋 國外也發現 剛才我們講的烹調方法 還是會影響到蛋白質的吸收 對 所以還有跟膽固醇的關係 所以他說你用蒸的 用水煮的 你一天吃一顆到兩顆 可能膽固醇都是還可以 控制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煎蛋 我發現很多老人家喜歡 煎焦焦 醬油給它淋下去 都烹蛋 烹蛋也是 所以絕對不要把它煎到焦黃 你煎到焦黃 你對膽固醇的影響 反而是更大 煎蛋是不是也很可怕 坦白講真的蛋白質你真的煮越久 它就是變性 它就不好吸收了 所以基本上吃進來幾乎 沒有什麼太大燃養 就跟我們一般的嘗試 烤肉烤焦掉的 那個是不適合吃的 那個是會對身體健康有風險 最近那個國民健康署 他們就公布了一份 就是所謂怎麼樣 相對於兒童是不健康的 食物的指標 其中有一個就是 包括那的判斷 他要怎麼判斷 這也教大家 這個為什麼這個不適合 你們家兒童吃 你知道看他就是 如果一大卡的熱量裡面 有超過一毫克的鈉 他就認為這個鹽分太高 高鈉了 對兒童來講 所以你看他這一包熱量 他標的一份是230大卡 對不對 可是他鈉就有 所以意思 所以他熱量230大卡 應該最多 一卡有大概1.5 他最多只能230毫克 230毫克的鈉 他如果超過230就表示 那就不適合你們家兒童吃的鈉 可以這樣看啊 對 所以是這樣判斷 第一個他以後縱孔會會養成 所以他會越吃越鹹 那現在已經認為說鈉 第一個 鈉對你的血管 他會促進血管收縮 所以有時候 吃雞為什麼有高血壓 或者腎臟容易病變 就因為他其實他們認為 他甚至一種血管的輕微的毒素 所以不要吃那麼多鈉 還有高鈉 他雖然也必要 但是不要吃太多 對 還有高鈉小孩子都長不高 是喔 鈉的流失也要多 是喔 吃太鹹了 難怪那個 鈉豆就是鈉吃太多 對啦 他會叫做鈉豆 這也可以想到 好 水很薄 我們在亮的上面 大家這樣子就比較了解了對不對 再來第二個請他看一下 好 蛋蛋的危機是什麼呢 來 烹煮吃營養 蛋要生吃才會健康 生吃比較健康 對 就是一半一半 滾碗一半一半 對 好 因為蛋是這樣子 從小到大大家都鼓勵生吃 那是因為有的人不敢生吃 要不然敢生吃的人 應該都盡量要生吃才對 尤其在煎蛋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他就很講究說 這個蛋不要太熟 所以每次那個老闆在煎的時候 他都不信任老闆 都在旁邊監督 沒有 弄起來 死不死 那個除了是會躁鬱症為了 真的 他講究到這樣的一個成果 蛋白 不是 那他這樣子吃 你有覺得他身體特別健康還是什麼 紅光滿面 然後就壯壯的這樣子 是喔 他也是屬於早上起來會喝一顆 生雞蛋 因為他是業餘的歌手 他也要保養喉嚨 這我聽過 那這個是誰發明的 好像鄧麗君也是這樣 然後蔡幸娟也是這樣 每天存一顆生雞蛋來保養喉嚨 真的喔 不然我總還是質疑 我覺得說生的東西還是有一點危險性吧 像我老公他就喜歡吃生的 可是沒有像玉琳哥這樣喝 難怪他喉嚨那個嗓音這麼好 對 真的 身體也很強壯 對 他就很喜歡 譬如說我們在吃那個火鍋 或是什麼沾料的時候 他就會打一顆生雞蛋下去 然後最後他就會把它喝掉 打下去怎麼還喝 他打完之後不是這樣沾嗎 然後沾完之後 就是他還會把它喝掉 就他會 一滴不剩就對了 那我就覺得說那個生雞蛋還是生的 為什麼不吃熟的 以前沒有這麼多什麼疾病的問題 你要像人家保持的話 生的當然會比較好 可是這樣我不敢 因為太多那種食安的問題 人家社會強調說 他還是要堅守一點 對 這個對我們不是學營養學系的人來講 實在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因為我們只能聽人家講 體育員都這樣喝 就喝得這麼壯 所以是不是營養會比較多 營養師會嗎 其實如果你不考慮衛生問題 你單純用營養價值來看的話 如果你吃生雞蛋的話 它營養吸收率大概只有50%而已 生的 生的吸收率是比較低的 而且生雞蛋有一個風險就是 當你吃很多的生雞蛋進來的時候 會造成我們體內有一個生物素 生物素它的一個吸收率會降低 生物素跟什麼有關 跟頭髮有關 跟長頭髮有關 所以會影響到生物素的吸收率 所以以前我們常在講說 有一些那種就是 吃的那個紅光滿面 但是他頭髮都沒有 有有有 就是他每天早上都喝得出很多 真的 他頭髮都掉光了 真的啊 然後你注意看運動員 那個頭髮茂密的不多耶 真的啊 打棒球的頭髮茂密的真的不多 這個足球的席單也都 吃生雞蛋 然後太多的生雞蛋 長期這樣吃下來 我們發現會影響到 確實是生物素的吸收 真的啊 其實因為一般民眾不一定會 你會覺得說 我沒有吃生蛋啊 我在家裡都有堅守 可是事實上 市售有些產品 它可能是生的 比如說之前 我們在請流感期間 我們是跟大家講的 第一個什麼東西是生的 提拉米蘇的蛋是生的 對 因為它沒有經過高溫 真的很直接 把它煮到熟的高溫嘛 所以你會間接吃到生雞蛋 對 比如說那個時候說 美乃絲麻油 它也是 它的也沒有加高溫 它也是吃到生的 所以你還是會無形中 吃到生蛋 這是第一個 是你不知道 可是第二部分 這些生蛋會有什麼樣的危機呢 我們知道說 因為你沒有經過高溫的 加熱就沒有殺菌 所以通常 比如說在一些流行 什麼禽流感啊 還是什麼的期間 我們都會建議大家不要吃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其實是很科學化 現在你很少看到那種 大規模的工廠 還是蛋糕店 還在那邊敲雞蛋 然後自己把蛋黃跟蛋白分開 沒有很少 它來的時候就是一胎蛋的 對 它就是蛋黃一群 蛋白一群 它整包收藥袋都包好了 全部蛋黃 對 那他就說 如果這是來自很良好的製作工廠的話 它當然就無菌 而且很乾淨 洗一洗切割 調蛋幹嘛 就一起成形 可是想如果它是來自 比較小的工廠或幹嘛 它又剛好沒有高溫 然後它也沒有殺菌 它說不定看起來 可能賣效比較差的拿來做 那是不是相對風險又高 所以也是要留心這個部分 之前我們有個病人 他每天早上 他去那種早餐店吃早餐的時候 那他後來他就發現 他只要去這一家吃 他都會拉肚子 然後發現呢 其實他是那個老闆 因為生意太好了 他可能蛋都沒洗 然後蛋比如說 一籠一籠的進來 他這直接拿起來就打 一直打 所以他那個打出來之後 他又要去抹那個麵包 然後要這樣沾來沾去 所以其實蛋很容易有三分四菌感菌的污染 是因為來自於它的蛋殼 可能是沒有洗的 所以有時候你自己買蛋回去的話 你在烹煮前 我們建議一定要隨洗蛋 就是就算你已經是隨洗蛋 但是我們建議你還是要用水去把它洗過 是要煮之前再洗 還是要冰到冰箱前先洗啊 沒有沒有沒有 煮再洗 如果你先洗了 再冰在冰箱那蛋很容易壞掉 對 好 那有沒有什麼料理 是可以讓我們吃到真的蛋的全營養 其實我們國人很愛吃這番茄炒蛋啊 最近的片影不是裡面那個番茄炒蛋很紅嗎 對啊 因為蛋其實它除了蛋白質之外 它很適合搭青菜一起炒 那我們國人就是番茄炒蛋這件事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營養價值很高 所以小朋友如果吃膩的水煮蛋 你就番茄炒蛋 這兩種 對 那王老師是不是還可以推薦一個 還不錯的這個蛋的料理 對 我來推薦一個這個 因為水煮蛋喔 你還是會吃膩 摸筆摸手 變化一下 對 所以我把它做一個叫 甜在心的這個糖心蛋 不錯 對 滿費工的 所以大家可以專心看完 那記住還回去試試看 好 那第一個 這個叫做冷 一點叫冷滷蛋 糖心蛋也比較好聽 其實它就是冷的滷蛋 它不是去那邊一直滾一直滷的 因為滷蛋滷太久就變鐵蛋就不好 那我們準備大概 一杯的醬油 一杯的水 一比一的水 半杯的糖 那這個糖看你喜歡甜度多少 可以去試一下 那我會準備一點調味 就是用這個甘草 好 跟這個發酵 它這樣一起放在鍋子裡面 把它煮滾就好了 煮滾就好 變這個醬子 對 就是它的醬子 煮滾以後放涼 放涼 用涼的來浸泡就對了 對 用涼的來浸泡 放涼 不可以熱熱的喔 熱丟進去 就不會甜在心了 是喔 它就變成食心的 好 那另外一個第二個訣竅 重點就是煮這個蛋 像如果抓十顆的量的話 滾了以後 把十顆蛋慢慢放下去 放下去以後 滾四分鐘 什麼火 大火 就滾 對 給它滾 四分鐘 四分鐘後關火 蓋鍋 再燜四分鐘 再四分鐘 那出來以後 就溫心了 對 你再給它滾的過程 滾的過程 你要動一下 動一下喔 為什麼 不然你的蛋黃會燉幾邊 滾四分鐘 燜四分鐘 就是這樣 就把它撈出來了 撈出來直接放冰水裡面 冰水 對 撈好以後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直接放在冰水裡面 對 就這樣 泡多久 大概兩天一夜就可以了 兩天一夜 在冰箱裡嗎 對 就把它這樣蓋起來 那它就會吃進蛋黃裡面 對 真的 就這樣 你就把它蓋好以後 放在冷藏裡面 那大概有 大概幾個小時以後 拿出來稍微動一動 那如果你整個醃 醃上去就沒關係 如果你的爐汁有點不夠 它是怕說 有上面沒有醃到的力 對 稍微動一動就好了 就這樣放在冰箱裡面 一天一夜就可以吃 但是它味道可能沒那麼足 那這個是你看 兩天一夜 就是這樣子 大家可以來 來 超香的 超好吃 好吃 你吃到好吃的蛋 怎麼有辦法吃一天一顆 對喔 蛋黃好滑 對 好吃 這個翹到好厲害 真的好厲害 好漂亮 其實對營養來講 因為我沒有一直滷 蛋白質不會過熟 那蛋黃也剛剛好在熟度 那這樣的話其實吸收度 也會是生的 你吃下去的口感又好 又多一些變化 而且好奇妙 它就這樣子泡著 不要一顆就有味道耶 所以一般你這樣做好 放在冰箱裡 大概吃個兩三個禮拜慢慢吃 這個滷汁你可以再重複再放 沒問題 你剛剛講的我會吐的 好可怕 我直接帶回家 滷完之後 你好幾天再喝再給我 還要穿到我這邊來 對 滷汁 滷汁我一般建議不要超過三次 為什麼 因為它還是會 茶葉都可以泡六次 這個問題 不要超過三次 不是 它還是會 你要吃吃看 它還是會壞掉喔 還是會酸掉 所以如果你要保持好 如果你沒有保持好 它還是會壞掉 老師你放心 我一定在時間之內就剋掉 好 謝謝王老師 謝謝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一個要來留意的 對 來 第三個是 怎麼樣挑蛋呢 有訣竅喔 沉甸甸的最好嗎 是不是呢 應該是OK 應該OK 玉琳哥 應該不怎麼OK 立抗群詞啊 只有你 蛋的好壞跟輕重怎麼會有關聯 為什麼沒有關聯 太重的蛋會不會裡面有摻沙子 不會 不會 玩家千塊耶 太輕的蛋裡面是空殼 對 營養不良的蛋 會不會 應該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應該沒有什麼 重量無關 對 跟重量無關 好 來 有採買的Julie姐 我覺得應該是感覺上比較重的話 感覺那個蛋黃可能比較大 還是比較新鮮 我還不知道 可能是密度比較扎實 對 可是我在選蛋 我一直有覺得一個迷思 我真的覺得很懷疑 怎麼可能 你知道 這不是一隻雞生的啊 怎麼可能每一顆蛋都長得一樣大小 那所以我們就要挑那個大一點 不是大一點 就是重一點的 那表示它裡面比較扎實 那有時候它很大 可是它空空的 輕輕的 意思就是說你反推啦 母雞它健不健康 健康的生下來它可能就比較重 對 所以跟我們其實有點像皮膚一樣 跟我們生小孩一樣 對 真的啊 像我覺得 像現在面前都是盒裝的嘛 對 我就要去秤那個重跟感覺 其實機率已經很少了 對 以前我媽媽是教我 就是說你要挑 就是挑那個又圓又大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籠子 都是外露的嘛 一顆一顆去挑 就是圓 然後光滑夠大 然後你說重量也會啊 就會秤秤看 可是現在有一個狀況是 很多媽媽跟我一樣 就是買大家現在看到的 盒裝的部分 對 所以其實挑蛋現在變得很難 我現在都買反正貴 超過一百塊 所以你會買貴的 像是什麼土雞蛋嗎 還是雞人蛋嗎 對 就是一顆 基本上就是一百塊以上 七跳的 那算貴耶 就是十顆 對 因為我已經不知道怎麼挑了 其實大概是一般蛋的 Double的價錢 對啊 那一顆就十塊了 對 我算過一顆蛋 都超過十塊錢 那為什麼肯花這個錢 就覺得至少安心 它不是催生蛋 也不是什麼 我們覺得阿里布達的蛋 你看我們這邊這麼多蛋 它其實它種類 品種不一樣 譬如說光是這個是機能蛋 機能蛋它就有分裡面有什麼 有 這是C C 然後有些不一樣的 對不對 對 然後 土雞蛋 一般的 CAS的蛋 都是 你們會因為這樣子的名字 你講到機能蛋 我一個朋友 他一直在專研這方面 專研很多年 兩年前他洗滋滋的 拿了一本案子 說 姓美來搗豬 在溫炭 他告訴我說 他機能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吃了他的蛋 可以治療胃潰瘍 這麼厲害 我就問他 我問他 為什麼 怎麼可能 他說關鍵在於那個飼料 他給雞吃某一種飼料 讓雞產生了那個 殺幽門感菌的抗體 於是他孵出來蛋 也一樣有那種抗體 那人吃下去以後呢 也可以有 產生那種抗體 差幽門感菌 但是我當時只有一個疑問 對 這樣搞 那我為什麼要吃蛋 你那個飼料給我飼不就好 嚴重 對啊 有道理 還好我沒投資 沒有投資那個飼料 因為我就 我就跟他說 我對蛋不了解算了算了 對 不到半年他的那個 研究機構就倒了 所以你會因此而 不相信機能蛋嗎 我相信 我覺得你要現在 誇大 太誇大那流秀 對 現在治療胃快養這麼簡單 醫生開牌要給你吃吃吃 一個療屬過後就好了 幹嘛要在那邊吐那個蛋 可是我覺得像我個人 就陷入真的一個很大的迷思 像那種白色殼的蛋 我好多年沒買過它 為什麼 我都喜歡肉眼的 對 我不知道 我就一直覺得它就是 那種吹聲跟吹聲蛋 畫上等號的那種 我就覺得它一定來源不夠健康 那我一定非得買那種 我們剛剛 就是那種紅殼 土雞蛋拿什麼的這種對不對 對 對 我就覺得那個顏色的蛋 我至少買了 我覺得它就代表健康 代表它的來源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最好上面還有點黑黑 不要那麼光滑 為什麼 真的喔 因為我就覺得它就是 對 正常 它天然就比較好 可是咖啡這個會比較好吃嗎 就感覺心裡吃起來 可是妳知道嗎 像妳知道我們這些做 做那個媽媽的 做那個婦女多可憐 永遠就是被那個事實來衝擊 因為後來曾經有人告訴我說 其實那外面那個蛋殼是染的 所以你一打開 你會發現外面是那個顏色 可是裡面是白的 白色的 然後就有被受 我就覺得好受傷喔 然後更可怕的是有人告訴你 其實我們被教育什麼 紅色的蛋殼才是土雞 錯喔 他說妳來看看 真正在那個雞 就是雞籠裡面 解出來的那個土雞蛋是什麼顏色 有一點偏綠綠的 那才叫做土雞蛋 正宗的土雞 對 那個殼 所以不是那個紅色 我說那到底是怎樣 到底是怎樣 紅色是哪一來的 蛋喔 顏色像這樣 因為這邊這大概是兩種 單一種是白色 一種是像這種偏橘的 它是因為品種的不同 生出來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營養價值來看的話 是在於它吃的飼料 所以其實我剛剛還滿 贊成玉琳哥的講法 就是今天你給蛋 比如是給雞吃了玉米 或是吃了紅蘿蔔 或是吃了枸杞 其實它要讓它的蛋裡面 呈現出來是蛋黃是很鮮豔的 枸杞的紅色 或是紅蘿蔔的紅色 那問題是 你為什麼不直接吃紅蘿蔔 直接吃枸杞 對 就是不需要再透過 一個這樣子的手續 讓這個所謂的雞蛋 有這樣營養價值 因為我們雞蛋主要是 要吃它的蛋白質的部分而已 所以這只是一個附加的 而且我跟你講 坦白講 如果你們真的是為 像我們之前有那個蛋農 他說其實如果你餵雞 吃什麼飼料 比如說你今天 你餵它吃紅蘿蔔 明天餵它吃綠藻 它其實每天生出來的蛋的蛋殼 顏色都是不一樣的 對 一天餵它吃七種顏色的東西 所以這是大廠雞 你要不要偷吃 來 彩虹蛋 那這樣還妹 那有可能是被染色的嗎 其實染色的風險是 比較沒有那麼高 比較麻煩的是什麼 就是說今天如果你飼料 是用天然的 剛剛講的天然的食材 是沒有關係 怕是說你在飼料裡面 它就會有添加一些色素的問題 然後吃進來之後 它可能生出來的顏色比較深 而且你今天要染到蛋裡面 因為蛋會煮啊 所以如果你真的染到蛋裡面 你去煮的話 其實顏色都會跑出來 那個一看就知道了 而且我一直想跟大家講一個事情 很多媽媽都認為說 土雞蛋比一般雞蛋 肉雞蛋營養 蛋雞蛋營養 其實不一定 不一定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實之前 曾經有國內的學者 他們去做研究 然後他們就想要知道說 那這個一般雞蛋 跟土雞蛋裡面的 含有的東西 到底有什麼差異 營養是不知道有沒有比較高 但是放養的雞 就是說所謂的放養的 就是慶菜 有一個人慶菜吃 放養的雞 他們發現 反而裡面有一些 重金屬含量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一軟漿 吃那個地上的東西 所以你要想說 如果你的土雞 它是半放養 可能會比較好 就是它可以走 跑來跑去玩 但是它的飼料是有 經過調配 其實是一些比較乾淨的東西 營養的東西 那OK 如果你的土雞是全放養 那就變成你要靠運氣 它如果是好山好水好地方 它的蛋就是好 可是它如果是窮山 惡水可怕的地方 吃到那種重金屬污染的那一種 就變成你要去看它 真的要去看它牧場 它到底那個環境是怎麼樣 你才有把握 而不是因為它 它是一個可以跑來跑去的土雞 它的蛋就營養 那我們怎麼挑 你不知道它雞是什麼 對 那怎麼挑呢 等一下 來跟大家 怎麼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也帶來一盒 台灣很有名的養雞達人 到日本學那個自然養雞的農法 帶來的這一盒蛋 等一下 這不同品種的雞嗎 其實不同一個品種 它什麼顏色不一樣 對 它吃什麼 吃什麼就什麼顏色 所以雞蛋 不一定要從外殼來看 剛才那個溫婉講的 就是有一點青綠色的 對 就是這個 對 早期這種是 土雞純種的去養 它就有可能會這樣 但是現在因為一般都是養飼料 那飼料都是單一配方 另外一個 你們買的時候你們會注意 它有尖頭跟圓頭 哪一頭朝上你們知道嗎 圓頭朝上 我們都圓頭朝上 對 所以買回家 剛好 如果你沒有吃那麼快 你一定要注意 要把圓頭朝上 尖頭朝下 這樣擺 因為它有氣勢 對 氣勢在上面 然後呢 所以氣勢 你越不新 一剛生出來的時候 它的氣勢很少 但是如果你不新 現在它的嘴巴會一直流失 它氣勢越來越大 所以你看這一顆喔 這一顆就是沒有壞 但是它已經放時間久了 你拿來看 很好 怎麼 不一樣 會晃動耶 對不對 一般是不會搖嗎 真的嗎 真的嗎 怎麼那麼誇張 真的嗎 好討厭 這玉琳 對啊 你看 真的有啦 這個就不會啊 這個就是會 你看 真的裡面怎麼有 對啊 有它 買回家一定要讓圓頭朝上以後 連這個盒子放在冰箱的那一側 對 不要把它拿出來放在那個門邊 為什麼 可是冰箱都設計在那裡 對啊 這個是一個設計的 我們跟日本人設計的錯誤 為什麼 你注意看如果你只買美國 原裝進口的冰箱 沒有那個自彈架 對 那個門邊是最容易溫度怎樣 起起伏 起伏 最厲害 又不穩定 對 蛋的話 因為蛋其實算是有 會呼吸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打開又濕氣又熱 等一下又冷又熱 這樣其實不好 會影響它的鮮度 有的蛋殼喔 它會比較粗粗的 對 有的很光滑 是滑得好還是粗得好 要稍微粗一點 稍微粗 像這兩顆蛋喔 鏡頭可能看不太出來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喔 這個比較粗 還有一個你拿起來的 剛才講沉澱澱的感覺 這兩個就不一樣 第三個 其實觸感可以摸出來 這個蛋殼比較薄 那我建議蛋殼要 薄得好還是厚的好 厚一點好 厚喔 因為薄一點表示它 還沒有完全那個 蓋子的累積不夠就生出來 那到底是不是沉澱澱的最好 當然沉澱澱比較好 剛剛那個Julie姐有講到 它買蛋喔 都要挑上面有一點一點一點 它不見得是粗糙喔 那它感覺好像長了很多雀斑有沒有 對... 跟這種光滑的 感覺好安全喔 其實這個沒有差啦 這個就跟... 我講的就跟膚色一樣 為什麼你比較會晒斑 男臉倒斑 對... 所以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喔 從最後 那一顆是哪一顆 好像放3T啦 對 那這個就是 這顆就是... 這就很可怕那一顆 很鮮豔 但是它也是好 它也是沒有壞喔 可是為什麼看不出來 對啊 看不出來耶 可惜耶 那一樣我們拿一顆 這個是綠色的好了 我們要對照一下 這是... 最厲害的 30塊錢一顆的 對 你看它的蛋白 你看它的蛋白 有三次耶 它的蛋白又有兩層嘛 它就有兩層蛋白 對耶 還有一個愛心耶 對 這是蛋清 這個就是... 你可以摸... 這個QQ的... 就是果凍一樣 你可以摸摸看... 對... 它是Q的 新鮮度的標準是看蛋白的厚度 真的耶 這個蛋白越厚越新鮮 所以搞得老闆 不是看顏色啊 不是看顏色不錯 我們就想說這個顏色 比較好耶 所以看它這倒只有一個層次 就是蛋清而已 那另外很多人都知道 擦牙籤嘛 這個直挺挺的 鐵桿一根滿好擦 你可以多擦幾根 它這個有點斜掉了 這個農友的紀錄 是可以擦54根不倒 這個很誇張耶 你看這個很厲害 你看 真的耶 你看這一半都倒下去了 好紮實耶 紮實 非常紮實 對 玉琳哥敢吃生的對不對 我敢吃生的 打一個給你吃吃看 OK 你看這個每一個打出來都是這樣 真的耶 真的耶 那你怎麼品嘗 玉琳哥 我教你這個品嘗 這也是在日本人 他們也很講究 第一個 你要吸第一層 對 水水的部分 再來再吸第二層 最後把蛋黃 你看它在水滷膠龍 在嘴巴的口感 真的嗎 先吸第一層 第一層 我們好期待 對 第一層 味道還不錯耶 對 第二層 有味道 有蛋味 有蛋味 因為這個農友養這個雞 我去看 我嚇一跳 那個雞都聽它的話 是人生的喔 還不錯喔 真的假的 你可以吃到目前 可以換你吃的蛋白 第二層比較濃稠 但是口感還不錯 蛋白 很滑嫩 就是你一吸下去 就下去了 就整個 我想炸它 沒有 我剛剛吃的生蛋潤喉 你看現在聲音更飽 對啊 Cucucuc 變金 還會跳7.5 最後的重點就是這個蛋黃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這有沒有奶油的感覺 沒有 你要拿 對 你要 我一口把吃下去 但你要給它融化的感覺 你看看 蛋黃要融化 對 他不知道怎麼著 怎麼樣 什麼 味道 蛋白的心嗎 你融我融 好吃嗎 有不一樣嗎 其實蠻好吃的 對 有不一樣 你們真的可以試看看 而且最好笑是它連 一點點都不會剩 沒有 那個是真的好吃 你如果用一點點試試看 它的味道絕對都不一樣 你可以試一下 這樣才可以 這個就是我們 一般的 不是壞掉這個 不是快壞這個 我跟你講 一般的吃下去 你就不願意再吞下去 真的喔 那個味道就不一樣 味道不一樣 而且 是比較有腥味嗎 蛋有一點蛋腥味 可是我為什麼敢吃 因為吃這個蛋 這個 沒有蛋腥味 重點它沒有蛋腥味 它是食物 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你看 這個跟雞的品種有關 還是跟新鮮不同 這個東西就是跟食物 吃什麼有關 吃什麼 就像我們人 為什麼你吃什麼會有體臭味 會比較含臭味這種 你吃炸的 你吃燒烤的 反正你體味不少 所以這個農友 湯明 我建議你吃一顆看看 感冒會不會 我也會 哪一顆給他吃 對方他吃感冒對不對 真的 他這個蛋不得了 他讓蛋走出自己的一條 什麼 就是可以自己直接上身吃 是不是沒有蛋腥味 湯一雞雞 EGG 對 第二層就吃這個 比較厚一點的地方 對 QQ 像果凍 果凍 這哪是什麼蛋 這Q的不得了 裡面 好吃嗎 很好吃 真的 因為蛋白很多人都怕那個腥味 特別的 然後你挑戰蛋黃 一般的蛋黃說 吃下去 你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讓它融化一下 滑溜滑溜一下 對 而且我發現你們一口接一口 就知道應該沒有那個心臭味 不然沒有受不了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一點點腥味都沒有 對 怎麼會那麼特別 真的很棒耶 這個蛋只要有這樣 養這樣的狀態 要夠新鮮 對 你這樣吃就不會有這個腥味 那一般有腥味 大部分都是因為他吃飼料 那飼料可能比較有一點腥味 真的很正點 真的很正點 我保證你們都敢吃 真的喔 真的 它的味道非常好 好 所以蘇青 來幫我們補償一下 有沒有什麼什麼樣的蛋 我們今天要避免挑的 剛剛是教大家怎麼挑對不對 有沒有要避免的 第一個其實現在多數 我們市面上都已經是洗選蛋了啦 所以我覺得 除非不得已 如果大家去挑那個散裝的蛋的時候啊 如果它有一些便便啊 什麼在裡面的 就避開那些有便便的 但是那個 光靠清水去沖洗洗得掉嗎 所以你要煮熟 就是為什麼說煮之前先洗乾淨它 然後開始煮熟它 因為這樣避免你吃到沙門次菌 那這種回去怎麼冰啊 這種回去怎麼冰喔 裝在塑膠袋裡頭冰嗎 也是一樣放在你的 還是要先洗嗎 沒有 它就變變耶 可以用那個廚房 不是都會有那種紙巾嗎 先把它旁邊就是外面的那一層 對 擦乾淨 用乾擦的 對 不用用濕的 因為濕的蛋容易壞掉 你就先把它擦乾淨 尤其是滷茶葉蛋 因為你看那一鍋你要一直滷 如果你沒有洗乾淨 你一直滷 而且你會刻意把它敲破 讓它入味 那你可能不好的東西也會跑 還有雞的分別 對 所以還是要洗乾淨 這是最大的重點 最大重點 那個趁早吃完 對 趁早吃完不要放太久 這是最大的重點 謝謝王老師 謝謝 來 那營養師 最後幫我們來稍微總結一下 好不好 我們這個吃蛋當然是為了健康 才去吃嘛 但是有什麼原則我們要把握的 對 吃蛋成年人的話 大概把握一天是一顆蛋 那是整顆的 它是非常營養價值很高的 那如果是小朋友 或是青少年的話 一天大概一到兩顆 它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特殊族群 比如說像高血脂症膽固醇過高 或是腎症膽固醇過高 我們還是要避開 所謂蛋黃的風險 所以基本上一個禮拜 大概一到兩顆的一個蛋黃 它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要考慮到 有些是全蛋製品 比如說真蛋 那個裡面就有包含蛋黃 你就要把你的扣打算進去 對 最後呢 蛋真的不能放太久 因為有些家庭蜀蜀 可能會在那個冰箱裡面冰很久 那通常我看大概蛋 大概都是兩個禮拜左右 其實它就新鮮度就下降 新鮮度下降的時候 新鮮度營養程度也會下降 所以你可能要顧一下 你們家的幾個人 你再買大... 反正它現在有六顆的啊 或是有十顆的 你再去挑你們家的一個人數 然後適量 對 最怕就是大家一次下去 刷槌都不得了 一顆又一顆...這樣吃 那反而會造成負擔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